今天就要来关心到了这几天 大家所关心到的民调 也就显示出来 您还记得吗 包括了这个民进党之前 是希望这个进法补偿案的下修 以及这个视线结果 包括了死刑 或是等等这个改革法案的视线 结果大家都认为说不尽理想 这个不尽理想 恐怕也会反映在民调上头 我们就来看到 梅丽岛电子报的最新一份的民调 这个红色框框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对于三大政党来说 好感度似乎是有调整的 像是现在民进党执政党的好感度 可以发现它正向的评价 是下降了2.4% 来到46.7% 负向评价确实往上升的是 来到42.4% 是上升了1.1% 不过这个时候呢 因为对于政府是有力来监督的 国民党在野党最大在野党 他们的好感度是上升了2.1% 来到了39.5% 但是呢 他们的负向评价是往下降 5.4%来到45.9% 那么民众党呢 跟这个国民党大概是有类似的感觉 因为他们也是在大力的监督执政党 所以它的正向评价也是上升 来到0.1% 那么他们的负向评价也是持续的下降 下降了2.8% 那么就要来帮大家整理了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调结果呢 这个吴子佳他自己就说了 做完这份民调之后 发现民进党的好感度下滑 跟协议院有最直接的关系 一个就是这个禁法条例 是立法院通过总统颁布 但是预算编6万块 行政院坚持不编 还有大法官的视线也是一样 所以呢行政院就为人诟病了 卓仁泰卓奎被认为说不守法要负责任 这份民调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警告 以及中顾 看起来赖清德的满意度跟信任度 明显的已经跟民进党来脱钩 民调专家戴利安看完了这份民调之后 也做出了一个分析 他认为国民党的好感度跟支持度 往上走是非常明显的态势 现在民意民气看起来都在国民党这边 因此再一讲这一块 现在要好好的把握一直攻破吗 不是只有反律而已 在政策上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说服民众 否则民进党真的很厉害 还是会被吃得死死的 所以国民党真的是有策略的 要来把这个感情温度持续在加温当中 可以看到他们未来主攻的两大策略 包括了也就是执政党最为人诟病的死刑 能源与国土计划等等都会是他们的主攻方向 并且要求立委分组死刑组进度 现在已经很快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群组 接下来预算会期也要跟民进党来全面的开战 好现在除了这个死刑能源国土计划之外 其实赖清德总统有最新提名了七位的大法官 可是有六位之前是主张废死的 可以看到67.0%的民众认为说 其实应该要不同意这六位的提名 可以见得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废死来说 是不太赞同的 现在的民调也显示出来了 即便是民进党的支持者也有超过五成 都反对立法院提高修法死刑的门槛 反对主张废死的大法官 这一切都是来自于民意 甚至呢这个也警告了 为什么赖清德总统 你明知道说有八成以上的国人 都反对废除死刑 但是在提名新政大法官的时候 你还是硬找了六个主张废死的人 白名 你就是跟民意对干嘛 那么现在呢 为了要迎合大法官实职废死的修法 你们修得下去吗 这样子投下同意票 还要违背八成废死的民意 你们真的做得下去吗 做得下去的根据根本到底是什么呢 好不过看到 七位大法官新任欢送会 已经在昨天10月30号的时候举办了 这包括了司法院政府院长秘书长 通通全部都出缺 刚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帮执政党找台阶下 不断的对他们呼吁喊话 不过这台阶他们也下得蛮顺的 别人却看起来怎么感觉有点厚脸皮呢 大法官詹森林他就说了 他说对于事件结果不满意 但是尊重 他说这句话后面的解读意思居然是 台湾最值得骄傲的地方 网友就说 这个大法官真的是太厉害 可好了一走了之拍拍屁股 害人不浅 还有网友说 小数大法官决定台湾的改革议题 不依重党比例来指派 不符合国际的惯例 反而成为民进党的附随组织 这一群人反而是会害了国家害群之马 认为说一定要做出改革 否则接下来 这些大法官还是会维持一面倒的一个方向 会帮这个执政党来背书 来当他们的人马 好那么前立委亮哥他也说了 其实呢这些大法官 直接来说都是跟着党 跟着民进党走的 而且事件结果呢 朱队友知道连民进党他们自己都吓到 有一些立委呢就觉得说 哇好像也太离谱了吧 这一次的事件呢也让他很生气 他认为说宪法法庭 跟上一次的死刑事件一样 是创造法律 跨越到了立院的职权来 宪法法庭上可以感觉出来 怎么大法官你是来事件的 却公然违宪呢 这当然呢大家都会 非常的不以为然嘛 我们今天的这个视讯 就要来邀请蓝莹的议员 这个刘采薇采薇姐 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份民调 可以发现这份民调当中呢 民进党他的正向评价是下降的 不过他的负向评价也是上升 也就代表说呢 这最近的这一些议题来说 对于他们有部分的重伤跟着力点 这个时候蓝莹要好好的来把握嘛 不过呢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蓝莹最近在这个总赵傅昆奇的带领之下 有一些决策的方向 有没有哪些地方您认为说呢 是主攻未来很重要的地方 国民党应该要怎么样乘胜追击 让民进党所有的现行 让这个民调可以更往下降 或是国民党要如何在 这一波直球对决当中 再加深民众对他的有感度 该怎么做 想问一下议员的看法 其实我认为就是要有一个对照组 为什么现在这个民进党 他的民调都会下降 然后还有他的负面的声量会上升 其实都是最主要都是因为 在赖清德他上任至今 短短的一个期间 大家感受得到的都只有一个字 叫做斗 而感受不到赖清德 以及民进党这个执政党 想要带给台湾什么样的一个意象 包括福国立民的民选法案的政策 其实一项都没有 但是你看到他的是违反民意的一些法案 包含想要提出反费死 然后坚决抵抗国会改革等等的 甚至是中火的议题 都在在的让民众觉得你是在牺牲我 包含牺牲我的健康 牺牲我吃的权利 但成就的是谁呢 成就的就是你民进党政府 所以在整体这个氛围底下 民众自然而然会觉得 我损你这个政府要做什么呢 我损你这个政府似乎不是帮我做事 我损你这个政府是通通都在 成就你民进党 成就你赖清德自己的政治企图心而已 而且很显然赖清德 今天让大家感受到道德 不只是在这个自己党内斗还要斗 斗到自己党外 从郑文灿 然后包含从台南的选举 其实都看得到这个赖清德斗的身影 他的手都伸进去在每一个县市的选举当中 那包含斗党外的 就包含像是柯文哲 然后包含像是其他等等的一些人 那柯文哲的问题是 他如果有问题的话 当然我认为他自己要去负责 那但是你在司法警告当中 是不是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合理 有些瑕疵的做法 其实我认为也是有的 所以这样子的斗的状况之下 然后只要一言不合 就把人叫到街头上面 这样的氛围都不会是民众会喜欢看到的了 尤其是在动不动就拿大法官视线出来洗地的这件事情 大家会觉得奇怪 今天大法官难道是民进党的小弟吗 其实不用是懂法学的人 我想都会知道 过去大法官是很受到尊重 是很受到尊敬的 真的是没有就是要非必要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才会希望大法官出来做视线 那视线它也是一个重大的事情 但是结果被民进党搞得 好像是去这个家里 像吃一碗羊春面一样简单 吃一碗羊春面还要不值 现在我认为啊 吃一碗羊春面都比叫大法官出来 还要这个还要值得 现在大法官就已经完完全全 没有他们的价值了 因为事实上 他们是完完全全就是民进党说什么 他们就做什么 所以现在遇到什么样的争议 都是大法官出来视线啊 这个他们的表面上呢 这个话是大法官出来视线啊 但其实他们的潜台词 就是大法官出来帮忙洗地了 大法官出来帮忙护航了 其实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嘛 连进法补偿这样这么简单的一个法案 你明明全赢 你明明吴思耀都签了名的法案 结果还要反悔 那吴思耀更好笑了啊 他直接说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清楚 我想吴思耀没有看清楚的不是法案 是因为吴思耀眼里只有党义 当然没有民意啊 所以我觉得说到底哦 通通都是因为民进党 他们的自傲 他们的傲慢 那所以对照主过了啊 我认为国民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不断的不断的在民意当中 要让民众感觉是 我们是站在民意这一边的 然后是在帮助民意的 所以包含上是强哥所提的嘛 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的这些民生法案 我们都会不断不断的再提 会让大家觉得国民党 才是有在帮大家 顾包含民生 顾经济的 希望在整个民进党政府的执政底下 大家在国民党的监督之下 还是不至于走得这么这么的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